第1102章 黑暗之主 黑暗而寂静的镇魔玉身处 林冬望着那缓缓睁开冰冷双眸的千细身影 面色却是变得异常凝重起来 他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此时此刻一股恐怖的无法形容的气息 正缓缓地自那黑色王座之上的身影体内弥漫出来 那股气息很快地便是笼罩了整座镇魔玉 而后那无数座黑暗之塔都是发出了嗡嗡之声 那原本从集体内传出的咆哮声 也是在此时带上了一些颤抖以及畏惧 黑暗之主万千载之后依旧是危言犹存 即便是强如这些可怕的一魔依旧是为其所振 由此可见当年八大主之厉害 究竟达到了一种何等惊人的地步 这就是远古八主的威势吗 林栋难难自语 玄机眼神略显复杂 光是黑暗之主便是如此的恐怖 真不知道 若是那排在八主之舍的兵主苏醒 又该会是一种何整的景象 你是何人 在林栋心中复杂间 王座之上 那道千细的身影缓缓低头 冰冷而呈现暗黑色的双眸 停在了林栋的身上 而在他的注视下 林栋能够感觉到 仿佛体内的原力运转都是在此时凝固下来 前辈 林栋拱手 然而还不带他花银落下 那黑暗之主便是再度的有着冰冷之声传来 不管你是何人 床遇者 死 伴随着黑暗之主那死字的落下 树道巨大的黑色锁链猛得动传虚空 而后携带着滔天的沙蚁 快若闪电班德射向林栋 林栋见到这黑暗之主竟然出手如此凶狠 也是大惊 双掌一驱 两道古老的符文便是闪现出来 黑芒雷光在此时喷布而出 化为两道光束 在前方化为一片黑雷光盾 黑色锁链狠狠地轰击在 那有两大祖符凝聚而成的黑雷光盾之上 后者之上光芒涌动 但仅仅持续了数过呼吸 便是猛的爆炸开来 那黑色锁链 下一扇 已是在林栋坏人的目光中出现在了其眉心处 不过 就在那黑色锁链即将洞穿林栋眉心时 一道古老的符石突然闪现出来 岩那急速的声音也是响彻而起 慢着 锁链距离石符竟有一只距离石突然凝固 旋即以一种惊人的速度闪略而回 蒙坐上那道身影也是蒙得站起先来 声音当中多了一些惊异 岩 你还是这副脾气 岩的身影自祖师之中掠出 他望着王座上的黑暗之主 有点无奈地倒 此时的林栋也是回过山来 当即便是感觉到后背心一片冰凉 先前的那一霎 他真真戒切地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 这黑暗之主是真的想将他这闯入者格杀了 没想到你还活着 黑暗之主毛子盯着岩的身影 然后又轻轻地回到王座 那冰冷的声音中终是有了一点生气波动 岩笑了笑瞥了林栋一眼 然后对着王座略去 林栋犹豫了一下也是紧跟而上 随着接近王座 林栋方才看清楚那道人影 那是一个身着黑色千细战甲的女子 长长的头发倾斜下来 她的一张容颜也是颇为的精致 一对眼眸更是成见纯黑色彩 那种黑暗并不邪恶 反而是显得异常的深邃 那一想象 那种可怕的令整个的阵魔语 都是为之颤抖的细细 竟然会是从这么一个看似柔弱的女子体内 散发出来 你怎么在这里 她是谁 黑暗之主看着来到前方的颜 带眉微重 问道 她是现在祖师的掌控者 岩笑道 掌控者 不是拥有者 你在干什么 黑暗之主沉声道 祖师是她的师父 也就是那位辅祖大人最成功的杰作 所以她的掌控者 也仅仅只有辅祖才有资格 其余的人即便是获得了 那也只不过是拥有者而已 两者看似相同 但却是有着质般的差距 这么多年 难得遇见一个能和主人一样 拥有着祖父亲和利的人 称其为掌控者也没什么问题 岩说道 什么 听得此话 那黑暗之主速来冰寒的脸颊 也是犯起了一些奇特的波动 那对黑色的毛子 首次真正的转到了林栋的身上 哦 吞噬祖父与雷霆祖父 黑暗之主上上下下地 打量着林栋 然后方才点点头 说道 到底确是有些不容易 吞噬福祖 当年仗着吞噬祖父 也想来试试 能不能吞噬本座的黑暗祖父 不过最后也失败 林栋嘴角动了动 没想到连吞噬之主 都没办法吞噬祖父 看来当初他知道的哪些 得到吞噬祖父 就能够获得很多祖父的消息 果然不靠谱 所幸他拥有着 连他自己都不清楚的 所谓祖父亲和力 不然的话 怕最终也只能 以失败而告终了 你不会认为 他拥有着祖父亲和力 便有可能达到师父的那一步吧 黑暗之主视线转向盐 淡淡地道 显然他也听出了一些 岩的想法 这么多年 我前前后后 被不少天赋超绝的人 所获得过 不过在我暗中的观察下 也就是他拥有着 与祖人相同的亲和力 岩说道 亲和力什么的 太过缥缈了 师父能达到那一步 靠的可不是这种东西 不事实的话 又怎么知道呢 我们没有太多实验的机会 况且 师父燃烧轮回之前 给了我们最后的选择 黑暗之主眼眸微垂 声音平静而坚定 言沉默了一下 说道 多一个选择总归是好的 黑暗之主不置可否 他坐在王座上 微侧着身体 玉手拖着香塞 说道 随你吧 不过我希望 在最关键的时候 你能够来帮助我们 现在的我 还只是初步苏醒 所以我还不能暴露 免得引来一抹济规 前辈 今天我们来到此处 并非是为了 谁能够达到 辅祖大人那一步 来争论的 如今的镇魔玉 有着魔气外泻 危及上面的龙祖 若是不加以控制的话 镇魔玉的位置 也将会暴露 林董听得两人间的争论 清静则是逐渐的平静下来 声音轻缓的道 嗯 刚才苏醒的时候 我就已经察觉到了 黑眼之主懒洋洋的道 这些家伙 还是这么没用 连泄露的魔气都解决不了 他们族内那些老怪物 就舍不得出手吗 话音一顿 他突然低头看向林董 唇角似是危险了一下 说道 刚才我那样否决你 你不生气 林董脸庞平静 说道 你说的并没有错 心合力什么的过于缥缈 而且祖父虽强 终是外物 若是依靠外物 就能够达到 福祖大人那一步的话 那这天地间 也不至于这游游岁月中 仅仅只能够成就 福祖大人一个人了 黑眼之主脸颊上的神色 仿佛是有一瞬间 拧着一拧 宣祭他饶有兴致的盯着林董 片刻后方才转向岩 说道 他这话比你刚才那话 更有说服力 不过相比起来 我还是更信任小师妹 岩也是笑了笑 宣祭颇有深意的道 他见过兵主 一股激动恐怖的气息 梦然自黑眼之主体内 席卷而出 他那张素兰没有太多情绪波动的脸颊 终于是在这一刻 涌身了一种难掩的狂喜 他毛子火热地盯着林栋 颤声道 小师妹 轮回转世成功了 林栋望着那狂喜中的黑眼之主 却是忍不住的一声苦笑 这他俩的是个什么事啊 他每当想起引环环 是兵主轮回转世的事就头痛 而这些家伙 却是文之兴奋的要命 呵呵 不光轮回转世成功 而现在那兵主 正好是他的小女友 岩怪笑道 黑眼之主一正 脸颊上也是浮泻一抹恶然之色 轩迹忍不住地笑起来 目光不知是何意味地盯着林栋 说道 那以往冰冷冷地 跟一座万年冰山似的小师妹 竟然也会喜欢人 纠正一下 他叫硬欢欢 不叫兵主 林栋颇有点无力地道 鬼才对那什么兵主有好感 硬欢欢吗 挺好的名字 不过 黑眼之主声音一顿 接着道 迟早他会是冰主的 林栋的眼神 似乎是在此刻凌厉离顺 不过很快地便是散去 玄机沉默下来 算了 先不说这个 我们此行过来 还是先把朕摩玉的问题 解决掉吧 岩笑了笑 在此时将话题岔开而去 你现在还能掌控朕摩玉吧 黑眼之主点了点头 那对黑色毛子 带着一种冰寒煞气 盯着眼前这庞大的朕摩玉 说道 虽然只是初步苏醒 不过这里镇压的百万一摩 已是被净化了十之七八 如今剩下的 皆是一些实力强大的一摩 不过再过不了多久 就能彻底清楚 百万一摩 林栋听得这个数量 头皮顿时有点发麻 果然不愧是这天地间 镇压一摩数量最强大的地方 我会出手将镇摩玉的漏洞修补 不过上方那些泄露出去的摩器 就要你们解决了 我现在不能离开镇摩玉 黑眼之主道 上面的摩器也相当恐怖 林栋无奈地道 如今林栋实力仅在死玄境小城 而它又是未能彻底地被修复 能力也被限制得颇为厉害 你当年的魄力去哪了 黑眼之主嘲笑道 你们受吞噬之主的庇护 倒是沉睡到现在 实力当然无损 眼瞥了瞥嘴 玄机他声音顿了顿 因为他见到黑眼之主的脸色 暗淡了下来 当即叹了一口气 于是陷入了沉默 林栋健壮也并未说话 他已是知道 当年的吞噬之主 同样是燃烧了轮回 依此获得最后的力量 给予其余六人 沉睡庇护的力量 沉默持续了一会儿 黑眼之主倒是最先平复下来 他看了林栋一眼 玄机玉手一握 五枚拳头大小 呈现黑暗色彩的金球 便是闪现出来 这是黑暗阵魔珠 乃是我当年所遗留之物 你用它 应该便是能够解决 上面泄露的魔器 林栋望着那掠过来的 五枚黑色金球 小心翼翼地将其接触 在接触道时 他眼神凝了凝 从这五枚黑色金球之中 他感受到了一股 相当恐怖的力量波动 这种程度 想来就算是 转轮镜的强者挨上了 都不会好受 不愧是黑暗之主 林栋心头暗叹 这才是大手笔啊 你们先走吧 我要封锁这魔狱了 等下次再见面 或许我便应该完全苏醒了 黑暗之主挥了挥手 干脆利落地下了诸客令 林栋看了一眼言 后者也是点点头 当即他也没有磨蹭 对着黑暗之主一抱拳 便是收好黑暗阵魔珠 转身掠出 颜见状也是跟了出去 不过在其转身时 有着一道 竟有他能够听见的声音 传进了耳中 颜 我希望以后 你可以来帮助我们 你应该知道 天地大战 可还没结束 颜的身影顿了顿 但却是并没有回话 身形一动 便吹上了前方的林栋 然后钻进其体内 黑暗之主坐在王座上 静静地望着远去的林栋 那黑色毛子中 却是有着一丝丝的 狂热涌起来 他玉手倾握 喃喃自语 小师妹 放心吧 我们会让你追赶上 师父的脚步的 因为 也只有你 才能达到那一步了 我会让你抹消一层吗 我会让你惹气